丈夫给妻子出了一道二选一的难题之后 就保持了长时间的沉默 选儿子还是选丈夫 这个难题几乎击垮了年迈的陈阿姨 难道就真的因为弄丢了三千块钱 相守几十年的三个人 就必须要离开一个马 为了能与场铁采取的沟通 我们在场外调节的当天 陪同陈阿姨在家里一直等候丈夫 希望能够在他的身上进一步找到矛盾根源 儿子弄丢了自己多年的积蓄 按道理说 所有的怒气应该发在孩子身上 可是长铁采为何会这样冷漠地对待老伴 难道还有别的什么原因 让他如此反感自己的老伴吗 长铁采到处的影情让我们颇为惊讶 难道这才是他要与陈阿姨 与陈阿姨的真实原因吗 而据周围人说 在二十三年前 第一个捡到孩子的并不是车荣心 而是长铁采哥哥 长铁拳 为此我们找到了长铁采的哥哥 根据长铁采哥哥 当时收养明明是一家人的意见 现在为了这个孩子已经年迈的夫妇 却要离婚 说到最近丈夫对自己的冷淡 说到孩子的身世 伤心的陈云琴拿出一套破旧的被褥 这个是当初包他这条糖的味 这是他那条毛 这是他这一点肉 当初包他的东西 甜的食味 我这件衣服现在都十时候年车多了 就是这样 这位小妈家啥也没有 包括就是搞到游戏 看游戏都来的 现在看着我也的心所谓 我让他看着他那孩子名字这么哭呢 我能够在这七八十以前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恨死 妈留在她的衣服 连她的衣服一定是 也是在这些年 我见到现在的原因 我让我见到他拿在一起 就是这些东西 因为在我眼前 他在小时候呢 东西是难得 我也不知道 要算到什么 方看这珍藏了二十三年的被褥 陈仁晴感慨万千 谁能想到 二十三年后 这位被褥里裹着的婴儿 改变了他的一生 甚至是他宝贵的婚姻 面对丈夫必须在他和明明直接二选一的强烈态度 陈仁晴又将何举何从 那么根据长铁圣所说 当年抱回起因 真的是因为陈仁晴 只是想要个儿子吗 确实啊 看完这段短片 这里面的信息让我们很惊讶 原来明明是 这个常叔叔的哥哥 当初发现并且捡回来的 所以阿姨 您看 叔叔让你在他和明明之间做一个选择 我没选择 他没选择 不能选择 选择不了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让你做一个选择呢 他是不想要明明了吗 他恨不得了 可是你看 当时 这个决定要收养明明的时候 是全家人一起做的决定 为什么到后来 常叔叔就越来越不喜欢他 因为是我做的决定 是您做的决定